如果我们每天上香都跟菩萨重复讲自己的愿力 那么对于已经许愿吃全素的每天发愿 说我许愿终生吃全素 还是说我已经许愿终生吃全素了 我会一直坚持吃全素 哪两种比较好呢 就是当然说我已经吃全素比较好了 虽然菩萨是非常非常有能量通的 但是毕竟菩萨他也要查的 就像师父呀 我有时候看读灯我也要看的呀 对不对呀 所以有时候你不跟菩萨讲 菩萨以为你没吃的 说菩萨我许愿终生 菩萨以为你刚刚吃的 那师父照您说 我就可以这样说 闻世音菩萨妈妈 我已经许愿终生吃全素了 每天可以这样跟菩萨妈妈说 是这样吗 师父 每天孩子跟妈妈说 妈妈我今天一定好好读书啊 妈妈我今天一定上课好好认真听啊 你说妈妈会觉得烦不了 不烦的 好了好了 现在明白了吧 那师父你透露一下天上的事情吧 就是说我们阳间的人 许愿终生吃全素 天界是不是对我们特别的 有特殊的照顾和慈爱呢 当然了百分之一百的 天上怎么会不照顾你 你一许愿吃全素的话 你就是属于善人啦 属于善男子啦 因为你这个人不杀生啦 你一吃素的人怎么还会去杀生啊 你吃素的人会去拿把刀去杀鸡杀鸭吗 你会砍杀猴子吗 你就会打猎吗 吃素的人去打猎 你听到过没有啊 没有听到过 好了好了 现在明白了吗 就是说你今天宣布吃素了 你就是已经菩萨的基本的基础已经开始稳定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那谁要吃全素的话 护法神都护佑你是这样吗 师父 那当然了 我告诉你吃全素的人 有灾有难都会躺掉 你一天吃素的话 我告诉你 护法神都会保佑你一天 你天天吃素 护法神就天天保护你 哦 明白了 这个吃素的过程 就是说你刚刚开始吃素 和人家吃了一年 护法神的保护那是不一样的 你说我刚开始吃素 那种护法神的保护 那只是暂时的 临时的 而且效果不大的 你说你吃了一年了 你说你车一撞 人家死掉 你就死不掉 就这么简单 哦 那师父 刚才您说到了吃素的时间概念 与护法神保佑的程度 嗯 那是吃素一年和吃素 呃 一个月有护法神的保佑程度 就相差很大吗 师父 我问你啊 你做一个月的好人 和做一年的好人 哪个人 这个领导更保护了 一年的一年 啊 好了 一个劳动模范刚刚上来 一个月 和一个已经做了一年劳动模范 哪个人好了 讲都不要讲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好 谢谢师父 开始